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Q10主公的创意总监邱炳昌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炳昌你好 你好 炳昌我们冠上创意总监这四个字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因为你本身真的之前的一个专业就是设计师对不对 你先讲一下之前设计你真的很喜欢设计 应该是说我喜欢动手画图 就是把脑子想象的东西把它变成是实际的呈现出来 那时候他的一个商品是什么样的商品 我之前的工作是台北的贸易商 然后我们里面是做家庭房之类的东西 对对于竹子的这个部分 他是父母留下来的 对我们家是原本就是做竹材的工厂 对就是竹片材料的工厂 ok ok 但是怎么讲这个材质当时对你没有吸引力吗 我觉得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而且我对于这个工厂的部分其实还蛮排斥的 因为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其他小朋友可能都在外面玩 然后再骑脚踏车怎么样的 可是我们就是需要回家 然后去因为那时候的竹材的处理其实没有那么的便利 所以我们家就是会晒很多的竹子 那我们就是要天黑之前 然后就需要把它收起来 然后再送进去所谓的那个鬼店里面去把它再烘干 对然后等于说我回家 我就是要进工厂去做工厂里面的事情 可是你也知道小朋友就是觉得 我就是要在外面玩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久而久之 就是我就是对于这个产业这个工厂其实是有排斥的 对 嗯 但因为父亲生病的关系 所以你就回来陪他走最后一层 然后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是觉得那是父亲对你的一个交托 你把它承接起来吗 呃一方面是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觉得 阿妩就是我们家的机器养大的 那如果我不接的话 是是是就是放在那边 他就变成是破铜烂铁的 是 对啊 那所以我就觉得 哦 既然我们就是是是家里的竹片养大的 那应该就是时间到了 应该就是应该要回来去去去把做另外一个 可能传承啊 或者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的的 的启程 嗯 啊你做到了 哈哈哈哈 你做到了 对我们来讲一下 呃一开始我们总是要设计这个比较清明的这个 呃品项对不对 你设计的我我我一看我也可以猜得到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书签的部分 对这是用我们家最原始的就是做折扇的扇骨的材料下去做的 嗯 然后为什么会做书签是因为呃刚开始接家里工厂的时候你就是每天就是工厂啊然后就是竹材啊然后你就觉得啊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枯燥乏味嗯然后就是再加上我本来就喜欢画图那我就觉得说呃我可能对这个工厂的兴趣没有那么大那我就觉得说那我要怎么样把我的兴趣在跟现在在做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合 是然后有一天我就翻到我们家哇好多好多的的类似像呃库存的材料是对那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扇骨很漂亮嗯嗯那有没有办法让它去变成另外一种可能对于这个东西有不一样的印象嗯嗯对那我们就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搭配啊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做成了这一款所谓扇形书签的部分好棒对好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呃你想要跟我们介绍什么介绍什么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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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始终这个部分其实也还蛮值得介绍的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像我们传统印象中啊都觉得终好像宋宋宋宋宋不是很好的一个意思是对然后可是我就觉得欸其实终在生活中还蛮实用的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学 逐篇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 逐篇有很多漂亮的花纹 可是这些花纹 你可能要把它变成器具的时候 它可能又需要很多的工 那如果说我把 就是维持平面 可是它又是可以 类似像是一个装饰品 那它应该会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 一个商品的部分 那后来我们就觉得 那可以做中 可是大家就是觉得 送中不好 送中不好 那我们就觉得 如果说我搭配镜面的话 它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 镜钟镜钟 那我就是送你这个钟 就是镜钟指手 那我们就会希望 它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寓意 那再来它就是 搭配组编的花纹的时候 它其实在家里 也是一个漂亮的一个装饰品 可是它又是一个 我可以可能 随时可以看一下时间 可是它又不会是一个 太突兀的一个 一个生活的器具这样子 那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 它旁边的这一款 这一款我们其实知道它是灯 对不对 对 因为竹子这个材质 它本来就可以做很多的透光性的运用 那它这个灯款它比较特别的 你有做设计 对这个灯款的部分是我们会希望说 在换灯泡的时候它是一个很便利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很方便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 它底座也很有质感 对 然后它的底座我们是请木工厂 帮我们做的一个峰墓的一个底座 因为我们不是做木工专业的 所以我们只能就是画了土 然后请木工的工厂说 我想要什么样的样式 对 然后就是请他们帮我们做这样子 对 ok 这里面难度最高的 最吃那个编织技巧的 就是最旁边的这个三角盘吗 对就是这个三角盘的部分 对 因为它其实虽然你看起来小小的 可是它其实是用了大概100多片的组片 是 对 然后可是100多片的组片相对的 它其实就会需要用到可能大概300多道的工序 因为其实一般来讲组片就是 一片就是需要三道的工序 那我有300 100多片的组片 那就是要300多道的工序 是 对 那它是用来盛装 它本来的那个是更大的对不对 对 它原本它的原型就是是比较大的一个水果盘 就是让大家在家里可以拜水果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大气这样子 可是你也知道现在一般人家庭都是小小的 然后再就很多都是单身的住屋的人 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那我就觉得你自己一个人你想要让自己的房间有点质感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小的东西 然后让我的房间有不一样的质感 所以我们才做出了这一款就是所谓的败族三角派 对 我想要全部都介绍 我想要讲一个就是 其实那个设计对你来说有符合你的期待 它真的有受到蛮多会使用这个东西的人的一个欢迎 是哪一款 是还蛮多人喜欢的 像我们就是有客人买回去它就是当首饰盒 它就是放首饰可能放戒指手链一些东西 对然后有一些客人就是送给朋友 然后有一些外国人他们是放在家里的玄冠放钥匙 因为它的这个造型太特别了 对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名片甲 有用到名片甲的人他看到这个名片甲 他真的甚至有自己动手做的那个冲动对不对 为此我们也都有一个课程的推出 稍微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做名片甲的部分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组片的交织的方式 然后你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图案 对那如果没有其实我们在课程当中 我们也会提供就是四款比较简易的图形 你可以就是造谱下去做 然后你其实做出来 你也可以是有一个比较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花纹的部分 对只是我们的课程可能都是需要就是事前预定 因为材料我们都是需要先准备这样子 是不过这个课程很有意义啊 就像你当初你自己承接了这个家业之后 然后你就会对他投注这个感情 当他们自己做出他们的这个竹编作品 他们就会发现他实在是太独一无二了 对然后在我们的课程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课程一定要跟我们讲师绑在一起 我们不卖材料包 对因为就是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就是带着材料过去跟客人做介绍的时候 我们会把我们一般主编需要用的一些器具都会带着 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当场就是示范所谓的破竹子啊 定宽啊拉拔各个部分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过程 然后民生知道说我的竹编从一根的竹子到所谓材料的部分的一个过程 然后相对的他对这个东西才会有一个印象 然后他也才知道说原来他是需要这么多的工序 然后才有办法下去编 对然后像如果我们没有做这样子的介绍之后 其实客人看到这个三角盘就觉得他就是编的很漂亮 可是他不知道前面的工序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啊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我给我自己一个就是一个一个规定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体验课程一定是跟老师绑在一起的 因为我要出去讲我的竹编的东西的备料的过程 这样子对客人才会有印象 对 OK最后你要承认就是你养植物很容易没有给人家养活 所以你又考虑到一个方便性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现 对这个我们叫做格格小器 然后会做这个是因为我们单纯的竹编 然后其实看起来颜色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木头色系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竹编一定就是要这么的死气沉沉的 然后刚好我们在视频上有看到这种所谓玉米塑胶泡壳的部分 那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颜色 那我就觉得其实他搭配竹编起来 其实他就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变化 然后看起来其实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其实本来就是 就是在做所谓的植物的 承载的一个载具的部分 然后就是让他可以不用换盆 然后就是方便使用 那我们其实就是延续了这个部分 然后给他串了一个竹编的外衣这样子而已 对然后相对的对我们这种 不会种植物不会换盆的人来讲 其实很方便 是 对就是我植物死了 我赶快再换一个进去就好了 对 好期待你更多更多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发想 然后变成商品 那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您对于 Q10足弓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好吗 短中长期计划吗 短期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比较 呃 比较比较长曝光性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可能就是跑四季啊 然后大家对这个东西更了解 是ok 然后中长中期的部分我们可能透过市集 引导人流到我们工作室去做体验的课程 对因为要他们知道说到底主材是怎么来的 对 对然后长期的课程的话 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 教导到一定的民众的时候 他们对于竹编这个东西有普遍的认知 然后去买的时候不会再讲说 哦 这个就这样比较的 哪有这么贵的 对这是我们最希望可以推广到后续的一个部分 嗯 跟我们讲一下 你当初的那个心不甘情不愿 对照到有一些客人 他真的也不懂这里面的一个心血 到后来自己承接之后 然后去开发那个产品的可能性 你的这个设计常才真的找到可以发挥的时候 你现在对于竹子的感受是什么 竹子的感受 其实我们就会觉得 竹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很 它可能就我而言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材料 可是我可以把这个材料变成很多 很精彩的东西 就像一个做面包的食物 他拿到面粉之后 他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面包出来 是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怎么去看你所拥有的这个材料 你要把它变成是什么样子 嗯哼 对 那其实你们现在看到这些的产品啊 东西啊都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做出来 嗯哼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就是下一个商品会是什么呢 那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粉丝啊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网站了吗 呃我们有粉专而已 有粉专 我们还没有网站 那就是未来的我们会往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介绍更多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然后让大家来发现 嗯对 我们可能也会走到国外去对不对 嗯对我们也会希望 所以让外国人知道说 其实台湾的主工艺的发展 嗯也有一个部分可能会是比较不一样的 其实你刚刚有比喻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马卡龙在国外可能没有人特别觉得他怎么样 可是到了台湾他就有一个马卡龙的一个旋风 哦对 那竹子的这个部分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呃 就是没有竹子对不对 呃对就是国外的欧美国家竹子比较少 是 就是适合边的竹才可能不会像台湾那么的多 嗯对 所以他们就等于是等待一个明星商品 然后可以让他们就是发现说竹子怎么会是一个很好 然后就刮起竹子的旋风 哈哈哈哈 真的非常的期待这一天的呃实现 啊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Q10主工的创意总监邱品昌先生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说他的一个呃 心路历程 嗯然后真的到今天可以啊让我们看到尽忠职守 他的确尽忠职守在这个竹子的一个工艺上面 谢谢你谢谢 谢谢你谢谢 OK 谢谢你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